麥光珠吃餃子, 拿男女鋪接賣 日本知名餃子店, 餃子之王像 在石川縣金澤市的這間分店 星期一晚突然接賣 不就是因為這六位光珠猛男 上門光顧兼影拿照 不過照片是在去年年底拍的 報導說當時有十個男人來餐廳吃東西 誰知無故麥光珠拍照 伙計說勸極距離都不聽 說是在拍攝自己餐廳的月曆照 又說拍照前輪盡店 是不是真的就沒人知了 但到餃子店知道照片流出 就立即緊急停業 經案內部調查 怎知又發現新式分店 有伙計試過躲在雪櫃拍照 再上Facebook的名字 兩單都這麼丟架 總公司還不出來撒塌嗎 他們打算賠償給客人 以及掛攪事份子出來炒了他們 只不過很難擔保 以後客人來到見到牌燈 還吃不吃得下餃子了